目前爱上了人类母亲 黑狐便以袒护人类的借口是君谋反 每当回想起这一幕 十号仍然会害怕的颤这样 你是不知道如何吸取精气吗 十号转头淡淡回道 只是因为抑制住妖力 才可以更自然的混迹在人类中 黑狐愈发不解 他们天生与人类为敌 为何要去自讨苦处 他劝十号不要胡来了 人类都是自私自利的存在 被人类揭穿之前回来吧 你难道不知道狐狸站在人类那边的后果吗 十号不解的回头 是什么 此时黑狐只觉得他完全不懂人情事故 你难道没听说过 先代狐狸族君主的事吗 当时白狐的首领登上了狐独的王位 但他却因天坦人类妻子出卖狐族 而失去了狐狸们的拥护 差点将狐独葬送于人类之手 多亏了现在的黑狐君主才及时止损 十号听到这话心中一惊 他在说父亲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明明是母亲含冤而死 黑狐趁机谋反 黑狐没想到他会这么激动 但这确实是白狐狸们都不愿提及的事情 见到他垂下头落幕的样子 黑狐刷的站起 又消失在了丛林之中 十号缓缓站起